暖风熏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变州 南宋宋高宗在杭州这里偏安 最终才早得了一处安生之所 那么到了杭州之后 这座离安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得考核大家 说起我们中国的古都 你们会想起哪座城市呢 我希望朋友们马上把你们答案 迅速在弹幕上发出来 北京 西安 南京 还有呢 有一个古都可能大家会漏掉 是哪呢 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杭州西湖美景 没老是去过好多次 绝对是令人流连忘盼 你看我这一夸杭州 估计有些小朋友就要举手提问了 杭州是哪一朝的古都啊 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之前说过嘛 公元一二七年靖康之变 北宋的灰亲二弟被服了 唯独宋徽宗第九个儿子 康王赵高在外 召集秦王兵马逃过一劫 他呢又在众大臣的拥戴之下 在南京 不是现在南京啊 在宋朝南京就今天商丘 他成帝了 开始了南宋的历史 但这位高宗皇帝登基之后呢 也没能安稳 当时呢 这个受这个金兵的压力啊 迅速往南 一直跑啊 最终还泛州海上 金兵当时是搜山捡海捉造构 后来呢 金兵受到南宋大臣 韩世忠这些大将的阻击 金兵才退却北环 最终呢 高宗赵构 才得以率领群臣 返回到杭州来寄居 从此呢 南宋啊 便把这个杭州呢 当成都城啊 称之为临安府 由此呢 杭州也得以名列中国六大古都之一 暖风勋得游人罪 只把杭州做汴州 说的就是南宋的故事 南宋宋高宗 在杭州这里呢 偏安 最终呢 他也找得了一处安生之所 那么到了杭州之后 这座临安城又发生了 什么样的故事呢 哎 我们本集开始细讲 不过呢 故事开讲之前 还是那句老话 多发弹幕 咱们多多交流 高宗赵构南渡之后呢 这位逃跑皇帝 啊 终于可以暂时喘口气了 啊 这个金军啊 这个压力减轻了 我们先前讲过 南宋的大英雄岳飞啊 本来是军中小孝出身 从军以来呢 屡立战功 绍兴六年 就公元一三六年呢 宋朝的大臣张俊 适时将上 考察当时的各个部队 然后呢 他就向高宗皇帝上奏 独称 韩世忠 与岳飞 可以大事 于是呢 朝廷就下诏 命令岳飞呢 屯襄阳 拜台为宣徽赴使 宜军京西 而当时的岳飞呢 确实不服众望 攻国州 克蔡州 夏唐州 打的当时尾齐的军队 是温风丧胆 高兴之余呢 高宗赵构 亲自啊 召见岳飞 拜他为太尉 升任宣服使 把王德 力穷这两个将领呢 还调给岳飞指挥 当时下诏 他给王德和力穷这两个将领 说什么呢 听飞号令 如阵亲临 这段时间呢 就是岳飞和高宗 这两个君臣相得的蜜月期 岳飞呢 本人非常忠义 他多次上书 大论恢复之略 见解还非常重看 金人所以利益 流域于河南 异域荼毒中原 以中国攻中国 比金人得以修兵观信尔 臣愿陛下 驾臣月日 提兵区经络 据河阳陕府通关 以号召五路叛将 叛将计还 遣王师先进 流域必弃变而走 河北京畿闪右 可以进赋 然后分兵俊华 精略两河 如此则流域成秦 金人可灭 设计长久之计 实在此举 看了岳飞的书奏 高宗赵构 当时也是没开眼笑 就表示说 有臣如此 赈负何忧 尽职之机 赈不忠至 因此就在当时 高宗皇帝 一天接见岳飞好几次 而且还把他招到寝殿 对岳飞就说掏心窝子的话 忠心之势 亦以为清 高宗说了这个话 还觉得不够 正好当时 一个大将刘光世 交出军权 高宗皇帝就准备 把刘家军 交给岳飞统领 当时如果刘家军 数万的陕西精兵 和岳家军 和军 以岳飞为统帅 我估计中国历史 可能就会改写了 但诗 你看 这个但诗又来了 这个但诗是谁 正是重新被高宗召构 取用为宰相的张俊 宋朝文人的私心又起作用了 张俊竟然从中作梗 本来 大将 刘光世交出兵权 正是高宗和张俊 这一军一臣 削兵权的一个小成果 我们要知道 宋朝一直方之武将作大 北宋变王之后 什么张家军 韩家军 吴家军 岳家军 等等 趁势而起 张家军就是那个张军 就是丹丽人的军 韩家军 韩世忠 吴家军就是无戒兄弟 岳家军自然是岳飞了 我们要知道 某家军 某某家军 这个金国人 和当地老百姓叫着送口 但是有一个人听着 却最不开心 谁呢 自然是宋高宗赵后 我们要知道 官军成为私家兵 成为某家军 就是宋朝最不愿意看到的 刘光世这个大将 骁勇能战 但他本人和他手下那些将领 骄横不乏 暴敛财物 在当地民怨很大 但刘光世挺压力见的 因为他自己家中财宝太多 又怕朝廷惦记自己 就主动交出兵权 离开他怀惜自己兵将所在的老郭 然后以并修为借口 他退休了 这大将刘光世主动交出兵权 高宗金城挺高兴的 马上下诏 赏了一大堆金银宝玉 但现如今在怀惜四五万 刘家军交回来了 应该把这些军队交给谁来同管呢 当时在高宗赵国 马上想到了自己眼前大红人 谁呢 岳飞 我们之前也说了 就这个时候高宗和岳飞啊 这个军臣两个人正处于蜜月期 谁知道呢 赵令刚下 宋高宗小城亭当中 原本水火不容的 对立的主战派张俊 还有主和派秦桧 他们两个人忽然之间心照不宣 都180度大转弯 站到了同一条阵线上 怎么说呢 他们就坚决反对岳飞接管怀惜刘家军 但为什么他们对岳飞接管怀惜刘家军都不同意呢 秦桧就不用说了 他是主和派 他自然反对主战的岳飞啊 这个有权 怕他这个权大难治 你看你岳飞本来就有岳家军 再拿下怀惜的刘家军 那绝对就成天下兵马大元帅了 我秦桧还拿什么跟你斗呢 所以说他反对 但是和岳飞同为主战派的张俊 他为什么反对呢 张俊给出的理由呢 也是冠冕堂皇 因为什么呢 我们大宋国家一直有组织 严禁武将专权 岳飞呢 同两军为义军 势力大增 将来啊 伟大不掉 不好控欲 张俊当时给出的理由 说出来冠冕堂皇 把这个高宗皇纪 也给说动了 但实际上张俊真正的目的 他也有私心 他就想让自己的手下人 掌管这支军队 这样一来呢 张俊本人呢 就能够拥有一支 真正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但此时此刻呢 说真的啊 张俊和秦桧的意见 还不足以使高宗赵构收回成命 但偏偏岳飞啊 这个时候啊 他所做了一件莽撞事儿 让高宗皇帝对他起了疑心了 那岳飞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在君臣两人密谈之际啊 岳飞竟然提醒赵构 早定皇储 这句话正是宋高宗最忌讳的隐痛 如果宋高宗当时自己有儿子 岳飞这句提醒啊 绝对是忠心之举 但是赵构唯一的儿子赵康 那小孩在三岁的时候啊 惊吓而死了 赵构本人呢 又因为逃跑之间受惊吓丧失了男性功能 他没法生育了 因此继承人问题啊 就自然成为这位皇帝当时最大的忌讳 岳飞呢 他身为武将 在这么不恰当的时期 提出如此不恰当的忠告 使得赵构当时心中非常恼火 当时他就没搂住 痛斥岳飞 你武将干政 自己话说出口呢 宋高宗当时也后悔 你看危急关头 专门还依赖这些武将 自己说话有点过分了 可是更糟糕的在于什么呢 岳飞是一个武人 他不会来事 你看被皇帝一顿痛斥 他不仅当时没有叩头谢罪 反而面露不悦之色 毕竟岳飞这个人读书不多 他手下呢 又缺少懂得朝廷政治那些文人参谋 所以说岳飞才会犯下如此 各朝各代啊 作为大臣这个唯恐 避之不及的这样的忌讳 议论皇储 经过此事之后呢 宋高宗对岳飞心生不悦了 考虑半天 他就同意了张俊和秦桧 他们的建议 改派兵部尚书履指 前往淮西截至刘家军 然后呢 任命啊 这个刘光室原先的部将 王德为都统治 任命刘光室原先的另外一个部将 力穷为副都统治 委任状都填好了 宋高宗当时还玩手段 他不直说不让岳飞统领刘家军这事了 而是呢 让岳飞直接去见张俊议事 张俊见到岳飞马上通知他 淮西军队呢 已经分为六部 直立都督府 也就是由张俊手下 执管了 当时为了让岳飞好下台阶 张俊还假意问岳飞 向他征求意见 他怎么说呢 王德这个人啊 一直啊 被这怀心军所服 我打算啊 把他任命为都统治 任命力穷呢 为副都统治 我再让岳志 以都府参谋身份 统领全军 岳飞这个人就是狗之 当时就直言回答 王德和力穷这两个人 素来不相上下的 一旦这两个人有了正负之恩 双方毕生争执 吕尚书这个人呢 他不熟军吕之士 恐不足服众 张俊听岳飞如此说呢 低头沉思 就要问 那张俊 杨一忠如何啊 岳飞又回答了 张玄斧呢 是我中间的老上司 张玄斧就指张俊了 为人残暴寡谋 力穷等人是特别憎恨的 杨一忠呢 和王德 他们的身份差不多 也不能让全军上下 心服口服 听岳飞如此说 张俊就特别不高兴了 心想 你看我现在问你是给你面子 你还在这里表示异议 于是 奄奄怪气 就说了 如此看来 怀西军统帅 非您越太位不可了吗 岳飞一听也不高兴 马上就回嘴 张都督 您问我军事 我以实情相告 不敢不尽其余 难道我是有私心 想把这个怀西军 也一起统治吗 不是的 至此呢 这两个人就谈崩了 你说谈崩就谈崩了 当时岳飞一生气 他干了什么事呢 裸辞了 当天岳飞上表 以守母丧为名 回庐山了 然后让自己手下大将张信 暂时替他统设全军 岳飞当时的举动 完全是意气用事 他也不等着朝廷同意他 忽然就撂挑子了 实际上 这个举止就让高宗赵构 对他再次心生隐恨 张俊和岳飞闹翻之后呢 心中也挺恼怒的 然后就上奏 说岳飞啊 处心积虑 意在兼并其他将帅的兵重 这个时候呢 宋高宗赶忙活悉尼 他深知当时啊 还是缺岳飞不可的 马上下诏 催岳飞还职 大敌当前之际 岳飞竟然和皇上 还和载质大臣叫板赌气 可见岳飞啊 确实缺乏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 岳飞这个人呢 虽然缺乏官场上那些原话 但是他作为武将 他先前和张俊说那一番话 他的判断绝对是没有错了 这边的兵部尚书旅旨 就把这个皇帝的赵命 向怀西军宣布 自己就反朝了 这主管一走呢 王德 力穷这两个人 立马的互相大告对方恶状 上算下跳 把这个狗咬狗咬个两嘴毛 宋高宗无奈啊 又下诏 让这王德回建康 又派吕子本人呢 往卢州 亲自劫至怀西军 吕子到达卢州之后呢 力穷还是不停的 向这吕子控告王德 吕子是个文臣 也善于活西尼 就亲自劝慰力穷 还有他手下那些亲将 吕子费了半天口 说忙活大半天 回到他自己营帐之中呢 又觉得这个力穷这些军将 确实难以控制 就马上书写秘奏 要朝廷霸出力穷的兵权 不料想呢 他帐中一个书吕 恰好是力穷 安排到这里的钉子 立马就把驴子写秘奏 那个内容啊 告诉给力穷了 力穷即刻派他手下人 骑着快马 把驴子呢 派到朝廷送信的那尤柴 给拦截下来了 就得到了驴子的亲笔奏书 然后呢 把这奏书宣誓给他的亲信 就给他亲信那些将领们看 助将一看愤恨不已 很快呢 这些将领又听说 朝廷又任命杨一忠为怀惜致志使 刘七呢 为怀惜致志赴使 又准备呢 把力穷这些人呢 召还到杭州 想也能想得到 很可能他们主将力穷呢 回到杭州之后要被处理 事已至此 力穷大拒 于是呢 就暗中和他手下这些将领呢 开始谋判了 否则的话就坐以待毙了 转天清晨升仗 力穷安排好的手下兵将 就忽然拿出袖中 驴子所写的书奏了 就怒问 助官兵有何罪啊 驴子呢 忽然看到 力穷翻脸了 也是大惊 但这个时候他想逃是来不及了 只能束手就擒 力穷本人就是贼将出身 胆子特别大 做事还非常果决 他马上命令手下 把这个中军统治张桓 还有兵马牵侠 乔仲服 那些朝廷派来军将 一下子全给杀了 然后呢 率领他手下 全军四万多人 拥逼着驴子啊 往北走 渡过海水 准备向伪齐皇帝刘豫投降 驴子呢 是个文臣 他治军的没策略 但这个人特有气节 他翻身啊 当时从马上滚落在地 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了 毕竟是大宋的兵部尚书啊 当时他对力穷喝道 刘豫逆贼 我岂可见之 范穷手下亲兵呢 这个时候就逼驴子冲心上马 驴尚书就大骂 我死就死在这里了 绝不做叛逆之贼 而后呢 他高声地对周围的兵士喊 刘豫乃朝廷逆臣 军中岂无英雄 而随力穷降贼乎 说句实话 当时的刘家军虽然跋扈 但这么长时间以来 都是一直为宋朝死拼的 听这个吕尚书如此一说呢 好多人都非常感动 几千多人啊 当时就还礼不行 那么这位吕尔子吕尚书性命如何呢 且听下回分解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时期的超级营销号 小豹 宋朝人是怎么吃瓜的呢 朋友们 宋朝人实际上也跟我们今天 所有的人一样 爱八卦 爱吃瓜 而且呢 实时的这个跟在这个冲浪第一线 那么他们的凭据是什么呢 吃瓜的瓜从哪来啊 就是宋朝民间的小豹 你看我们今天啊 娱乐业挺繁荣的 相信我们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没事 打开手机 刷是微博 吃吃瓜 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南宋和北宋 当时老百姓 世代 这官员的生活 比起我们今天毫不逊色 那个时候在两宋首都的这个中产年纪家里 往外有两份报纸 一份是官府的这个朝报 和抵报 绝对是一脸严肃的 另外一份呢 就私人办的小报 就当的全是相当于今天的娱乐内容啊 而且呢 这个其中往往就爆出朝报和抵报 不愿报或者不敢报的什么宫廷密使啊 名人八卦啊 等等等等 特别能拨人眼球 北宋立国之后 我们知道强敌魂司 什么西夏 辽国 京国啊 蒙古啊 南北宋吧 一直是虎视眈眈 而且多次叩边骚扰 宋朝军队呢 又屡战屡掰 朝廷不是求和就是纳共 所以说老百姓非常没有安全感 因此社会各层人设和各级官吏都非常想了解实证啊 包括朝廷的动态 当时的官媒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求的 于是呢 民间小报应运而生了 而在当时官方抵报刊登最多的呢 通常是皇帝的衣食起居啊 重要讲话 官吏的选拔任免啊 大臣的奏章等等等等 但凡涉及到灾情军情 朝廷机密 包括这个王公大臣没有公开的奏章啊 这些东西是不予刊登的 但这些内容啊 无论是这个官员是大夫 还是普通民众啊 包括底层官吏啊 是非常感兴趣的 由此呢 小报就有机会了 小报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 在南宋盛行 那么小报赚钱的唯一手段呢 就是扩大发行 怎么提高销量呢 就得转眼球 就跟今天的营销号差不多 小报老板啊 不仅从官方渠道 拔了一些内幕消息 而且他们还自己啊 有一大批兼职狗仔队 每天定时蹲点 采集各色新闻 当时小报 雇佣这些狗仔队 分工也非常明确 各显身通 比如说有专门找太监公主人 打听皇帝 和他那嫔妃之间的情感纠结消息的 既所谓内探 也要到朝中啊 各部委 打听官员任免情况的 他是否受贿了 是否有没有养小老婆的 这个呢 就叫省探 还有呢 到各个衙门 特别到监狱大牢内 打探凶杀案进产情况的 也就是所谓的衙探 到了南宋时期 就连当时道德标兵 那朱熹也中枪了 今天一说朱老夫子 绝对正人君子 但那个时候呢 南宋官方就要求呢 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这个朱熹 纯田里面人欲 这种思想 朱夫子呢 你想刚在朝报上 发表了几篇 他关于这种理学心得 这种论文 结果很快 小报头条就爆出 他和他儿媳 偷情仗的消息 不久呢 又有小报 说他争风吃醋 差点把著名官记 严蕊给杀 小报在里的消息呢 有真有假 有情有实 有模有样 以至于我们这朱熹 朱老夫子 连续几年都荣登 南宋娱乐人物风云榜 毕竟那小报影响力太大 所以就严重冲击了 朝报和抵报的效果 加上一些狗仔队 道德操守也不高 时不时呢 会弄一些假新闻 当时他们就没有摄像机 所以说没有什么假照片 所以在很长时间 那南宋统治者 一直整治这些小报 就是当时一些营销号 他们不仅全面禁止 小报发行 而且还规定 反正私下看小报的 流放五百里 告发别人看小报的 赏钱两百万 这些限制有用吗 真没用 小报确实受到老百姓欢迎 包括好多政府公务员 天天也偷着看小报 有需求就有市场 所以说呢 政府一直明令禁止 但小报 但小报依旧是畅销不衰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所以说古往今来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老百姓 吃瓜的热情 没一说中国史 说的你不知道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